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大家相信已经期待很久 没错 他就是我们莱氏同龄的首席时尚官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邀请唐嫣小姐 哇 当男的今天真的太美了 大家看一看唐嫣是不是就是王室的公主 大家说唐嫣今天是不是特别的美 举起你们手中的相机 让你们来拍一下这位 一一发光像钻石一样美的姑娘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唐嫣他是我们的代言人 也是我们的首席时尚官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现在佩戴的这顶王冠 应该是中国所有艺人当中 第一个佩戴真正的王室的古董级的文物级的这样的一个王冠 哇 哇 真的是 这顶王冠是我们Lesson家族当年为意大利公主专门打造的 光制作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是当年的意大利的国王和王室送给他们女儿做价格 这样的一顶王冠 我们特地从意大利带回来给我们唐嫣代赏 也展示给我们的投资者和价格商 你刚才看到了这个王冠 唐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好美好傻 因为 有啊 所以你看我今天穿 穿这一身就是为了能够配合我头上的这个王冠 这才是一顶真正王室的王冠 而且我站得非常近 大家可能也能够通过大屏幕来看到 这个王冠上的钻石是异议发光 然后它的这个雕刻 白金的雕刻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细 这是有多少名历史的这顶王冠 这个大概在1890年左右 哇 殿堂级的历史感的一顶王冠 那么 你作为这个来世通明的首席时尚官 你觉得珠宝对于语言有多么重要 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好朋友 对 我觉得 对 因为它是可以传承的 是的 珠宝真的是可以传承 而且可以铭刻下我们最重要的人生的记忆 那么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此次发布会的 第一个重头戏 那就是来世通明股票更名仪式 大家一会儿一定要把新的股票名字都记住 尤其我们的礼仪人员 将赛由我们来世租顶未来的王室马车送上舞台 同时呢 也再次请下我们Lanson的两代船人 Coverry和Maxime先生 以及李时驻华大使馆事前参赞 汪海科先生 这有大家的名字 现在呢 让我们各位将一同见证 请让我们一起升起这一顶王冠 一 二 三 对于来世通明而言 这是一个严实性的时刻 沈总 这个更名仪式 今天举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王冠和王室马车 是代表着王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么未来我们会把 王冠作为我们来世通明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 也是让消费者能够认识我们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王室马车也是我们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起到一个图腾的作用 在我们的专办店里 在我们的手持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多方面的出现 王冠和王室马车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些元素 作为我们产品开发的灵感 和重要的IP 我们在做影视作品做IP 其实王冠和王室马车 就是我们的IP之一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些元素 来给我们打造非常独特的产品 来提供给消费者 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让我们一起预祝来生东林的股票 未来一定大涨 谢谢各位 请各位就座 谢谢大家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来生通灵呢 最近推出了王室马车系列 特别受到大家的好评 真不愧是与柏林电影节 官方合作了十年的品牌 在今年二要来了 下面让我们再次有请 首席时尚官唐焉 Lesson第五代传人 欧慧 比利时驻华大使公事前参赞 方海科先生 与神座共同发布 这个激动忍心的计划 我要先说一下 那我们Lesson通灵 不仅是王室珠宝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是柏林电影节 十年的赞助商 而且未来也仍然要和柏林电影节 长期的合作下去 为了让我们这份荣耀 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 让我们的顾客 也能够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比利时王室的力量 比利时王室的荣耀 包括柏林电影节 红毯上的时尚 那我们每年 从今年的十二月份开始 每年会选出两百四十位 两百四十位的我们的客户 我们将会包飞机 天哪 但你们一定要发 为我发朋友签传播一下 我们要把两百四十位的顾客 带到比利时 参加王室的活动 参加王室的晚宴 有王室成员参加的这样一个活动 另外我们还会带他们 去走柏林的红毯 去感受我们 Lesson Tony的实力 把这份荣耀带给他们 哇 这个计划真的太激动人心了 也是在 现在呢 让我们正式 我们每个人把手放在大屏幕上 开启我们这一伟大计划的发布意识 让比利时王室和柏林同产之旅带来的美好瞬间 定格在这里 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来生通灵2018 战略发布会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请大家站在一起合影 在未来来生通灵将为大家带来别样的往事珠宝体验服务 那一件点意义生辉的珠宝 更是只能背景的下一代镇仓 让我们能够多分享这一刻的荣耀 再次感谢类似传人欧会感谢我们的时尚首席时尚观唐烟 感谢你们的时尚首席时尚观唐烟 感谢你们的时尼注华达 感谢你们的时尼注华达 我们的时尚观世界参赞 邦凯哥先生 感谢沈总 也感谢台上为我们带来美丽舞蹈的专业发流音乐员 更感谢今晚到场的所有的媒体机构和朋友嘉宾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祝大家圣诞快乐 教授 五十六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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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